在东京 食物链顶端的不是人类 也不是使者 是弑兽 他们是灵体 常人不可见 身躯巨大 但战力惊人 以魂魄为石 是从灵界偷跑出来的怪物 灵界为此派出狩猎者 代号死神 抓捕逃窜的是弑兽 顺便超度亡魂 但是各死神的实力参差不齐 效率低下 故而一直被业界同行 黑白无常当作效果 小木鲁奇亚就是个三流死亡 那天 具有一阳眼的医护一回家 就发现他 但他也没当回事 自顾自的超度亡灵 对于人类 他向来不信 最后 嫌异护国造 扔给他一道束缚 他拿想异护一把针 魂不当回事 自己的法术 竟被凡人破解 路奇亚呆利登场 而听到妹妹尖叫 跑到楼下的仪护 眼看着墙壁破开 一只大手深入 抓走了妹妹 从小见惯 亡灵的仪护没在怕 抄起棒球棒 就冲了出去 可等他冲到街上 傻眼了 眼前生物怪异无比 奈何一户投铁 没管那么多 抡起球棒就砸 可一把就被怪物 扒了到一边 一户还没爬起 怪物却叫嚣着 要吃他灵火 一户愣神之际 路奇亚飞枯而来 一刀斩在怪物上臂 一户赶紧划铲 抱住衰弱的妹妹 但怪物已然愤怒 这下三流死神也慌了